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九再次阵亡 嘎拉对线上头 强行与女警对拼 结果爱希来了之后再次阵亡 上路呼吸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影响了心态 鱼鳄鱼进行一波皇城PK 结果是被369直接单杀 自此安安级三路全被干碎 全线崩盘 后面的对局直接沦为垃圾时间 比赛进行到10分钟的时候 GDG已经领先了7000多经济 而最后比赛时间定格在25分钟 GDG经济领先高达21000 这两个数据都已经创造了LPL新赛季的记录 因为输得太惨 安安级官博在赛后惨遭大量粉丝爆破 光速沦陷了 安安级官博下方的评论如下 不少粉丝在看了这场比赛后 都非常失望 直言安安级在反向创造历史 连续7个小局一条龙都拿不到 为了朱妹选出来全败 但是比赛还在继续选 这种BP怎么赢 也有人表示落后2万经济 就算是外卡战队也不会这么离谱 没想到小虎离队后 安安级直接被对面当成人机了 实在是太耻辱了 目前安安级战绩一胜四负 沦为LPL倒数第二 只有AL目前尚未取得一胜 排在垫底 万一AL赢了一局 安安级直接倒数第一了 而这场比赛看下来 安安级的问题非常多 首先是上单Breeze 已经好几场比赛被对面上单压制了 这场也是被369单杀 但是Breeze已经算是安安级队内 打得正常的选手了 打野位的两场猪妹都被Kanavi压制了 不知道是英雄池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原因 感觉在小虎离队后 胃如果没打好 或者没有打出优势 安安级就很难赢 中单这边 不管是汤圆还是安九 都有点难以评价 当然安九这边可以理解状态不好 因为据说他训练赛也没打 这场没调试设备就临时被喊上场 和队友配合不佳 失误比较多能理解 而且下路这边算是最让人失望的 明回归后没能拯救安安级 而且他在这个版本也有点格格不入 招牌英雄泰坦难以打出效果 而大头这种英雄也没打出该有的作用 指挥的话其实也很难实行 因为安安级在前期就炸裂了 中后期基本上没得完了 嘎拉则是在这场BO3中被书懒压制 不仅被限杀了还被秀了 嘎拉的状态不够好 安安级中后期就没人能站出来 现在安安级几乎每条路都有问题 而教练这边 哈尔特也是不够靠谱 教练选手都有问题 而在赛后采访中 奈特也表示 自己第二局的杰斯玩得最过硬 感觉比排位都舒服 排位自己都没有这么顺过 这波真的是有点杀人珠心了 只能说这场BO3双方实力差距确实太大了 这场比赛过后有非常多的观众直呼 GDG下手太狠了 这么吹安安级的 结果赛后有工作人员发了一条聊天截图 GDG的老板在聊天的过程中 表达了想要击败安安级的意愿 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赢安安级了 好好想BP 别飘别浪 稳扎稳打 从这场比赛的内容就能看得出 两支战队目前的实力差距 GDG是LPL唯一指定的顶级梦幻配置战队 而安安级在失去中单小虎更换教练之后 现在俨然已经变成了LPL的渔男队伍 不得不说 今年的安安级确实令人失望 赛前其实安安级被看好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和TS WBG一个层次 但现在打出的成绩却是一言难尽 很多观众无法理解 安安级在阵容配置其实很强的情况下 为什么成绩能这么差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 去分析安安级今年开赛的失败 首先就是安安级核心体系的崩塌 去年安安级的那套固有体系 在这个版本已经很难玩了 昨天强行玩了一局 效果很差很差 选手目前正处于转型 改变打法和重新磨合的阶段 一个迷茫期 方向性不够明确 安安级教练组的更换 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也会造成一种冲击 Hart和小白的组合 并不能令观众粉丝感到满意 然后就是选手的个人状态问题了 今年安安级表现最令人失望的 阿伯个人认为是下路 下路已经连续好多局 对线打不好了 昨天又被安安级轻松拿捏 状态下滑明显 且失去carry能力 两个中单水平都不足 呼吸哥也不是那种以他为核心的上单选手 呼吸哥比较团队 锐气和攻击性不足 新赛季状态其实也不是那么好 总体而言 安安级现在没有值得信赖的carry点 选手迷茫 团队还需要磨合 成绩就一落千丈 值得一提的是 下场比赛 吉利继就要面对WBG 这场比赛看点非常多 首先就是369和则晒之间的队位 两个选手曾在过往的赛季中 为观众们奉献过非常多经典的对决 此次就是Night与小虎的亚运会中单争夺 目前最优秀的两大国产中单较量 最后就是Light加Crisp 兑现Ruler和Messing Light是目前最被看好的国产AD Ruler来LPL之后 表现宛如降维打击 观众都想看看 是否能有国产AD扛得住如烙 目前来说大多数观众 都不认为WBG能够抵挡得住吉利继的攻势 有很多WBG粉丝都比较担心 刘青松的直播间就有大量观众刷弹幕 担心WBG打不过吉利继 Crisp看到之后直接暴躁发话 慌什么 大不了就鸡 又不是不能赢 四连胜就不能打了是吧 要不直接棄赛吧 提莫一点志气都没有 一直在这说 没打就已经不想完了 那还打个勾巴 要不直接把冠军给他们 春季赛结束了行不行 还没打就开始叫 你们打完了随便叫 刘青松的这段回应 可以说非常真实了 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 不管对面是谁 有多强 都不能怂 要有自信 不仅选手要有自信 也希望粉丝们也不要怂 自信一点 还没打 谁知道比赛结果是怎样 如果自己都觉得自己打不过 那才是真的打不过了 只能说话操理不操了 刘青松一直以来 都是比较喜欢怼粉丝观众的类型 堪称是LPR不多见的一个暴躁老哥 WBG打吉利继的这一轮比赛 将会在明天晚上七点开始 我们一起期待吧